日前在北市南洋街 有媽媽牽著兩位小女童要過馬路 此時掃貨車高速行駛 不離讓行人 有一位正義哥健壯 當間怒吼一聲停 貨車駕駛驚嚇即殺 卻還氣得大罵髒話 這一聲是來自行人的怒吼 男子看到對面 媽媽牽著兩個小女孩要過馬路 執行貨車卻沒有要減速離讓的意思 沒想到貨車駕駛非但沒有覺得自己錯了 還直接停在十字路口 跟拍攝者大聲搶俠 貨車駕駛而狠狠凳向對方 隨後開車離去 男子怒轟 這根本是行人地獄 並送出檢舉單 自己在二月的時候 在斑馬線上綠燈差點被撞到 所以我之後過馬路前 我都把手機打開路 影片一PO上網引發熱議 有人翻出這輛蔬果車 過去舊層撞飛騎士 還有三張未繳交通罰單的紀錄 行人地獄就發生在台北車站附近 現場雙向都沒有耗製燈 亂象不少 原PO就多次直擊 行人站在路口 等了好久都過不了斑馬線的窘境 新法上路車輛不讓行人罰金提升到三千六 但不少駕駛還是沒在怕 想擺脫行人地獄 恐怕還走得狠 就上次就要找到吧